鎮上電動滑板車就能享受乘風快感 輕巧方便又容易攜帶 越來越受到歡迎 台灣未來將沿泥有條件開放上路 市場商機無限 在台灣開設專賣店的Problem 最大宗的貨源就是從中國進口 有實體店鋪也在網路平台銷售 儘管蔡英文政府加強中資來台規定 但在台灣 食衣住行育樂 想要完全斷開中國 幾乎不可能 因為這些商品大陸是世界工廠 原本這些商品在大陸來說 它就是一個滿流行 不管是流行 不然是趨勢 或者是民生都會用得到的東西 那對台灣來說 台灣沒有足夠的能力 或者是金錢去負擔開發 這些電動車或者是電動滑板的成本 那對於大陸來說 我們取得當然是會比相對於台灣來得容易 像這樣跟中國 有密切貿易往來的業者 在台灣到處都是 中資來台投資從嚴審查 基層首當其衝 例如經濟部之前認定淘寶台灣是中資背景而開發 限期六個月內撤回投資或改正 以電動滑板車市場來計算 光是每個月從中國進口量就有100萬台幣 每家店像是在淘寶等平台的銷售額 每月也有100萬元 整體達到300萬可能都會受到影響 愛奇藝的正式推特 另外還有 淨中資OTT平台來台落地 也就是俗稱的愛奇藝條款 已經在9月3日上路 蝦皮購物也被相關單位點名 台灣人的日常生活早已處處有中資 若以政治力嚴格限制中資來台 學著憂心 會使得兩岸經濟互動更趨失衡 資本無法雙向流動 台灣經濟社會發展 難以獲得來自中國的火水 那現在比較擔心的是因為 政治的力量介入 所導致這種突然之間的變化 譬如說這個台灣宣布 某一些擴大這個 譬如說大陸產品進來台灣的範圍 或者說這個北京方面決定 他要用這個經濟的壓力來迫使台灣 在這個政治上面做一些妥協 那也有可能他也會採取這個 譬如說關稅的制裁 或者說禁止進口的方式 這種人為的 因為政治考量 人為介入的情況 才會對台灣的經濟造成很大的衝擊 根據統計 今年1到7月 兩岸貿易額1349億美元 年比增長8.7% 其中台灣所獲得的順差 超過700億美元 中企在台聘用人數達到25000人 年繳稅12億台幣 過去10年來都維持貿易順差 台灣對中國市場的依賴 比中國對台灣還要高 當貿易往來密切 業界點出若是逢紅必返 將斷送台灣發展機遇 損害台灣民眾利益扶持 我認為資金在全世界都是自由流動的 那麼香港能夠發展那麼好 也是因為對於資金的流動開放 那麼如果台灣要限制入資 我認為應該要表列 哪一些不准它進來 那我是建議對台灣的經濟好的 正面的應該就是 讓資金開放是最正確的 不論主觀上喜不喜歡中國 從客觀經濟條件來看 中國市場規模對台灣而言 都無法被忽視 也難以一刀兩斷 當蔡政府揮舞著 抗中意識形態大旗 兩岸政治上越離越遠 但在經濟文化上卻早已密不可分 最後受傷的可能是台灣自己人 環宇新聞王家傑張哲豪台北報導